公元710年 武则天之孙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发动唐龙政变 诛杀了为后及其党羽 712年 李诞禅位 于是开创了开元盛世 唐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唐玄宗便走上了历史舞台 而后人们最津津乐道的 并不是唐玄宗的丰功伟绩 老百姓更愿意饭后闲谈的 是他与他的宠妃杨贵妃杨玉环的缠绵爱情 所以他们的故事被后人搬上了戏曲舞台 清康熙年间 人们为了避为玄业的玄字 就称唐玄宗为唐明皇 而能把唐明皇演得唯妙唯孝的 当属乾隆时 杭州府的小生白妙生 乾隆时 杭州府 三河班 盛行 是因为高调班 为了适应当下潮流 一开始奸唱昆腔和乱坛 白妙生 家住杭州府外运河村 其又是丧父 由母亲罗氏 寒心如苦的 把他拉着打 因为白妙生长得如粉雕一般 嗓音又好 十二岁时 被遗少新系班 李班主看重 收为学徒 母亲罗氏纵有万般不舍 但李班主讲孩子将来 前途远大 且系班每年还要给罗氏一定的费用 罗氏便欣然应允 待白妙生十八岁时 已是系班的顶梁柱 李班主也为自己当年的别具会演 而感到骄傲 白妙生装扮得唐明皇 英俊潇洒 迷倒了大批的少女和已婚妇女 那些有银子有时间的贵妇人 白妙生到那里演出 他就会跟到那里去 有家财的贵妇人 她们的思维 一般的人不会懂 她们的寂寞 一般的人也不会懂 而她们一旦疯狂起来 一般的人更不会懂 其中就有几个小姐与贵妇人 对白妙生的迷恋 简直是到了茶不思饭不响的地步 她们最大的心愿 就是能与白妙生吃上一顿饭 甚至同床共枕 未婚的小姐还好些 只是心理挂念 单相思 她们出身名门望族 她们的父母 如何看得起地位低下的戏子 能够向白妙生伸手的 一定是有背景 有时间 有机会的贵妇人 这些有才有时间的女人 与白妙生一同出去吃个饭 还是很简单的 她们只要给李班主好处 就可以约白妙生出去 不过 她们想得到白妙生 可不是件轻易得逞的事 因为白妙生压根 就不会答应她们无礼的要求 她是一个有极强自尊心的男人 想要自己出卖色下 痴心妄想 有人想约白妙生出去 第一步必须讨好李班主 这些人出手阔绰 给李班主的好处着实不少 这白妙生简直成了她的摇钱术 久而久之 李班主成了贵妇人约见白妙生的敲门砖 而每次白妙生所得 都没有李班主的零头多 白妙生出去跟这些贵妇人吃饭 完全是给李班主面子 毕竟是她的师父 而白妙生也知道 她们每到一个地方演出 有些人是不能得罪的 有些人是根本得罪不起的 大凡有这些喜好的妇人 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家 谁又招惹得起 所以 让白妙生出去 一是李班主 可以获利 二还可以和当地势力搞好关系 演出时一帆风顺 两全其美的事 她何乐而不为呢 李班主倒是开心得利了 可苦了白妙生 这些女人 白妙生谁都不敢得罪 她虽然不知道这些人的背景 但她知道 这些人如果想要她的命 就像她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毫不费力 自己只是一个地位卑微的戏子 与这些女人周旋 就当是在演另一场戏而已 这些女人 对白妙生百般挑逗 如果不是白妙生会演戏 马上就会呕吐不止 虽然这些女人对她许以重金 但她们的年龄 都可以当她的娘亲了 且她还是个童子 如何懂得风花雪月之事 其中有一个近四十岁的寡妇 患着花娘 花娘当然不可能是她的真实姓名 她也不可能什么都告诉给白妙生 她一心想得到她 她很直接 只要白妙生医了她 她就可以给她很多银子 不卖身 是白妙生的底线 然而 世间之人 并非就能按照自己的意愿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因为世间之事 瞬息万变 最是无常 明天与意外哪个先到 谁也说不清楚 就在白妙生过着正常人生活的时候 她的母亲 罗氏突然得了大病 需要好多银子才能治好 她那点薪水 对于母亲的病来讲 只能是杯水车薪 她不再去演出 在家潜心的伺候母亲 她从未做过农活 也从未做过一顿饭 可是为了母亲 她赶鸭子上架 硬是拿起了锄头 硬是学会了做饭 乡邻们被白妙生的孝顺行为所感动 还有些乡亲 还去杭州府 看过白妙生演的唐明皇 这些忠实的粉丝 自发的帮白妙生 做些粗重的活 白妙生拿不出银两酬谢 乡亲们说 如果要你的银两 我们就不会主动上门来帮你了 乡亲们让白妙生放宽心 他们是心甘情愿的 只求罗氏的病快快好起来 这让白妙生好生的感动 连续的吃药 而且还要吃昂贵的药 让白妙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她去了烫戏班 向礼班主界 开始还行 见白妙生还不能来正常演出 礼班主拒绝了白妙生的二次开口 同时 花娘就不见白妙生 好生想念 她几乎每天都要打听她的消息 戏班没了白妙生 给礼班主造成了不少的损失 让她很是恼火 不愧是贵妇人 花娘有见识 她给礼班主出主意 让白妙生给母亲请个丫鬟 这样不就可以让白妙生安心出来演戏了吗 当礼班主到了白妙生家说明来意 白妙生开始拒绝班主的提议 说丫鬟岂能代替自己的地位 当礼班主问她 如果没有收入来源 怎么可以治好母亲的病 又拿什么去给母亲最好生活的时候 白妙生一下子沉默了 临走之前 礼班主又借给了白妙生很多银子 让她留给母亲 以便给罗氏买药和给丫鬟的开支 同时 邻居们也让她放心地出去演戏 家里如果有什么事 他们绝不会袖手旁观 在白妙生离开的头一晚 罗氏拉着儿子的手 流着泪不忍松开 他要把胸前的桃木挂件交给白妙生 这挂件高僧开过光 可以避邪 白妙生自然是推托不肯接手 他希望挂件能给母亲带来吉祥和好运 保佑母亲早日能够康复 免受病疼的折磨 白妙生重新回到了西班 可是已经深悲沉重的债务 他没有了往日的活泼 只有现实生活中的精打细算 他要计划好每一文钱 能够早日还清债务和母亲早日健康 是白妙生现在最实际的理想 有一天 李班主说西班周转资金困难 不能每月结工资给白妙生 要先抵完欠账再说 白妙生知道 这是李班主在掐他的脖子 如果现在没有工资可领 那家里的缺口该自身办 李班主确实在掐白妙生的脖子 因为他得罪不起花娘 花娘很露骨地告诉他 他就是要白妙生屈服 而从银两上控制住白妙生 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李班主在现实面前 彻底的屈服 他也顾不得六年的师徒情分 向白妙生施压 目的也是让不知天高地厚的白妙生 为了生活而屈服 改变对生活的态度 家里需要银子 而眼下又没有工钱可领 再次见到花娘的时候 花娘终于得手了白妙生 但她也没有亏待白妙生 不费吹灰之力的额外收入 让白妙生看着银子 好像是天上掉了馅饼一样 一切像在做梦 可手里的银子却又那么的真实 从此 花娘只要有所求 白妙生便会到花娘的秘密地点去优惠 而花娘最开心的是 她喜欢白妙生穿着唐宁皇的戏服去 花娘伴老徐娘 能够俘获白妙生 心里有极大的满足感 她自然不会亏待李班主 而李班主也知道 白妙生已被银子无情地打败 更多的时候 她给白妙生介绍了最有实力的三个女人 白妙生靠女人还清了班主的债 而且还有一定的盈余 白妙生从开始的清高到最后 沦为女人的取乐对象 仅仅只是因为 她想能医治好母亲的病 众所周知 靠女人吃饭 名声都不会好 而且会被说成是吃软饭的 白妙生开始有羞愧之意 到后来 习惯了 她觉得靠似想吃饭 也是平本似的 居然在人们的窃窃私语中 昂首阔步 戏团里的男人嫉妒她 喜欢她的女人恨透了她 所以一有风吹草动 就会把她的丑事 传得满城皆知 人们背后 给白妙生取名 软饭王 因为多数时候 有两个女人 白妙生体力透支 有次在唱戏的时候 出了差错 惹得观众大声尖叫贺道财 并强烈要求退票 有了第一次失误 白妙生不悔改 还是坚持往外跑 这时的李班主才发现 占小便宜会吃大亏的 虽然那些女人 给了她不少的好处 可是与戏班的整体利益来比 那就不值一提了 唱戏 才是李班主喜欢和追求的事业 只要一切按规矩来 又何具外人的威胁呢 可是太晚了 白妙生已经上到了 即便没有李班主介绍 他也能找到愿意要他服务的贵妇 对于李班主的劝导 白妙生只当坐耳旁风 在一次正唱的起劲的时候 白妙生居然晕倒在戏坛上 这一次 观众说啥也要退票 也就是这一次 李班主对多次劝告无效的白妙 生下了逐客令 一时之间 白妙生被李班主赶了出来 他竟然感觉天下之大 却没有他白妙生的立足之地 他在杭州府租了房 他相信 自然会有人来找他 当他收拾妥当之后 突然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便去了一家小酒馆 既然不唱戏了 喝点小酒又何妨 喝完小酒 却看到有一大群人围在一起看热闹 原来是一个女孩 卖身为父亲治病 没有人愿意买走女孩 一句话 也就是没人愿意给女孩的父亲治病 虽喝了一点小酒 看看女孩 想想自己 突然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他偷偷地跟着这对妇女 看到他们去了一个破庙住宿 当女孩去给父亲端水的瞬间 白妙生把怀里一大包银子 悄悄地放在昏睡的老头旁边 这些银子足以治好老头的病 然后他飞快地跑了出来 而这一切 恰巧被一个游方和尚 看得明明白白 白妙生懒洋洋地走在街上 后面的游方和尚却追了过来 并拦着他向他化缘 刚才我把银子全给了别人了 你且随我来 白妙生对游方和尚说道 白妙生把和尚带到刚才他吃饭的地方 告诉老板 这高僧的饭钱由他支付 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弄什么 然后转身回租房拿银子去了 饭店老板狗眼看人低 就不给和尚做吃的 直到白妙生急匆匆地赶来 见老板没给和尚做 他脾气上来 拉起和尚就去了第二家 很快 素菜上来 白妙生客气地问道 高僧喝酒不 只见和尚哈哈一笑 说道 我不但喝酒 还要吃肉呢 见白妙生一脸疑惑 和尚又打了个哈哈 你以为我是假和尚 小二 来一壶酒 再来一份东坡肉 好好 小兄弟 酒肉穿肠过 佛主心中留 我们好好喝两杯 就这样 两个人你一杯 我一杯地喝了起来 和尚问白妙生 为啥偷偷给那女孩银子 那女孩生得也很俊俏 此时 有些罪意的白妙生 根本反应不过来 和尚知道了 他送银子的事 他说道 现在我不方便 我要靠女人赚钱 他便把里班主 如何让自己去陪女人吃饭 然后又逼自己 挣女人的银子 现在戏班 没了名气 赶走了自己的事 一股脑地向和尚讲了出来 白妙生苦笑道 让自己学唱戏的是班主 接触女人的是班主 现在不让自己接触女人 碾了自己的 还是班主 和尚同情地看了白妙生一眼 说道 此一时比一时也 男人终究靠女人吃饭 是不现实的 我也觉得你应该还是老老实实地唱戏才是正途 白妙生笑了笑 你觉得我现在还看得起唱戏那份收入吗 和尚随即道 到时候你会后悔的 白妙生马上对了一句 我绝不后悔 现实的确比理想要残酷 不再演唐明皇的白妙生 啥都不是 那些女人 又去找新的唐明皇扮演者了 白妙生真的高估了自己 她带着积蓄 回到了运河村 开始是人来人往 一听说 她不再演戏了 从此她家门口就很少有人来了 白妙生尝到了靠女人赚钱的甜头 就去找有些不安分的女人 她的名声也越来越不好 罗氏听到了一些风声 可儿子又那么孝顺 有些话又不好直说 只好旁敲侧击 白妙生也就敷衍地点了点头 有一天 白妙生录遇一位美丽的妇人 她说是死了丈夫 且家里有用不完的银子 看起来 这妇人大不了白妙生几岁 两人当即眉来眼去 到了黄昏的时候 少妇便把白妙生带回了家 第二天 少妇给了白妙生一大包银子 她开心得简直要跳起来 自己真是红韵当头啊 没想到 少妇又给白妙生推荐了一位少妇 这个少妇看起来更年轻漂亮 白妙生自是开心的做梦 都能笑出声来 既获得了美人 又赚到了银子 白妙生感觉自己已经到了人生的巅峰 可突然有一天 一个漂亮的女孩打听着白妙生的名字 找到家里来了 这个女孩 白妙生自然是认得的 可女孩并不认识她 女孩对白妙生说 她父亲经过治疗后 还是死了 如今她要兑现承诺 嫁给白妙生 白妙生想抵赖 女孩却说和尚伯伯可以作证 这一下 白妙生给那两个少妇讲了 现在家里来了一个女孩说 要嫁给她 有可能不方便来了 两个少妇对视了一眼 然后大方帝说了句没事没事 第二天 少妇给了白妙生一包银子 让她去镇上买点东西 白妙生欣然应允 可令白妙生没想到的是 她前脚刚走 后脚两个少妇就去了她家 两个少妇见到乖巧的女孩 二话不说 其中一个直接就掐住了女孩的脖子 这分明是要女孩的命啊 女孩奋起反抗 弄出了声响 罗氏出来一看 准备呼救的时候 另一个少妇一下就要掐住她的脖子 就在罗氏被掐脖子的一瞬间 只见少妇惊恐地大叫了一声 马上落荒而逃 另一个也不敢久留 也跟着跑了 丢下魂都吓飞了的女孩不住的大口喘着粗气 下午白妙生买了东西准备去少妇家的时候 却遇见了笑咪咪的游方和尚 小兄弟 我们真是有缘啊 晚上我们再喝两杯如何 改天吧 我现在要走个地方 白妙生对这个酒肉和尚已经没了先前的热情 因为这和尚告诉了女孩真相 她现在真的不想娶媳妇 你是去两个美丽的少妇家吧 等些时候我陪你一起去 现在快回家 你母亲受到了惊吓 白妙生是个孝子 听说母亲受到了惊吓 赶忙往家走 见到了母亲和女孩 白妙生听了他们的讲话 胆颤心惊 这时和尚说道 多亏了你母亲戴的桃木挂剑 保了他们的性命 那两个少妇 根本不是人 和尚说那两个少妇不是人 白妙生还以为和尚在抱粗口 他不知可否地望着和尚 和尚说道 今夜卯时 我带你去个地方 你就明白了 白妙生睡得迷迷糊糊 被和尚叫醒 然后和尚把他带到了一块坟地 二人悄悄来到一个洞口 白妙生往里面一看 正是和自己私混过的两个少妇 白妙生心想着有啥 还不是两位美人吗 可他被眼前的景象所迷惑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这两个美人 何以住在坟地 正等开口的时候 只见两个美人突然不见 随之看到的是一副白骨架 和一个大蜈蚣 两个鬼怪 这一下 吓得白妙生准备大叫一声 却被和尚一下蒙住了他的嘴 这还不算吓人的 再往下看 白妙生的眼珠子就快要吓掉出来了 只见这两个鬼怪 突然把自己的头拧了下来 抱在怀里梳头 一张绝美的脸露出迷人的微笑 就在白妙生快下晕之时 和尚两把剑 飞速地插进了两个鬼怪的心窝 两个鬼怪 当场魂飞魄散 后来 白妙生发现两个鬼怪给的银子 全部变成了石头 和尚给罗氏开了几副药 他吃过后效果非常好 不久 白妙生也与女孩成了亲 妻子和母亲都劝白妙生重操就业 他听从了他们的话 找到李班主 诚恳地承认了错误 又重新加入了戏班 他再次红了以后 再也没有被女人叫动过 白妙生根据自己的亲生经历 写了一个剧本叫《软饭王壮鬼》 演出后反响不错 他给人的启示是 无论男女 吃软饭终不是长久之计 每个人 用自己的双手去打拼 获得的东西 才踏实心安 读白味故事品 百味人生 一 白妙生孝顺 有一颗善良的心 他才机缘巧合 得了媳妇 遇到了救他的和尚 二 李班主也是一个势力小人 他接受了女人们给他的好处 当他的事业受到了影响 他又果断地开除了白妙生 三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误 但只要能够及时醒悟 并加以改正 那这个人 依然前景有望 四 是什么让白妙生冲破了底线 是现实 是银子 每一个人 一开始的时候 谁都不愿意让自己堕落 南宋端平年间 宋盟联合攻打金国 成功收复汴梁 国内百姓一片欢腾 宋军中有一个叫夏季里的士兵 因在战场上负伤 被朝廷赏了一些银子 遣返回乡 在老家子武村里正的安排下 做了一个打羹夫 夏季里富商之后 走路的时候 一瘸一拐 因此没有哪个姑娘看得上他 到三十岁时 还是个老光棍 一般羹夫都是夜里忙活 白天休息的时候 比较清闲 夏季里心想自己是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于是破罐子破摔 一到白天休息的时候 就钻进了小镇上的赌坊里 不输的四脚朝天 都甭想在大街上能看到他 这一天 紫武镇上一家叫 大发财的赌坊门口 夏季里又被四个大汉 抬着手脚 从赌坊里扔了出来 随即摔得仰面八叉 四脚朝天 哎哟 你们不能清点吗 改天等老子赢了 叫你们好看 夏季里摸着屁股 坐到地上骂咧咧地说道 瞧 这家伙肯定又输了 一旁凑热闹的路人假围了过来 这是不稀奇 这个月他都被扔八回了 旁边一个路人已打去道 一个月八回 那这个人还有救的 路人秉接过话说道 路人以白了说话那人一眼 提醒道 这位大哥回去查查皇历 这个月上旬还没完呢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这时 一个书生从这里路过 摇头叹息了一声 夏季里听到这句话 追上去一把抓住那书生 大声质问道 站住 你这个书呆子 刚刚那话啥意思 书生解释说 经国攻占变凉 如今我大宋又收复变凉 江山几次更迭 可是你的毒瘾 却始终戒不掉 这样下去 要不了多久 我大宋的江山怕是保不住 夏季里一听这话 满脸担忧地问道 你是说京城变凉 还会失守 为什么呀 我们刚拼死平活打下来的 好不容易有了现在的太平盛世 书生看着对方 一脸严肃地说道 正是因为这太平盛世 多了你这样的人 我宋人又如何与那些蒙古的 争争铁汉争勇 夏季里棱在原地 他第一回意识到自己的想法 太过天真 他以为自己用命换来的太平 只要大家吃饱喝足 每日潇洒 快活就够了 谁又会去打仗呢 他们宋人贪图安逸会这样想 可那些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 也会这么想吗 想到这里 夏季里如梦初醒 等开口感谢那秀才时 对方已经走远了 发生这件事以后 夏季里借了赌博 开始过上了正常生活 那时候耕夫这个职业十分辛苦 到了晚上不能睡觉 因为要守着燃香去报时 打耕人通常两人一组 一人拿锣 一人拿帮 一夜敲五次 每间隔一个时辰敲一次 敲第五次的时候 就是五更天 说明天已经亮了 有一天晚上 夏季里像往日一样 去喊同伴锣锅 他们住在一个村子 都是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所以李正把他们俩分到一起 夜里也算有个半 前两更天报时 一切相安无事 到了三更天的时候 夏季里喊上锣锅 两人走到街道上 正要敲锣时 瞧见一个人鬼鬼祟祟地 钻进了村中的王寡妇家里 两人见状赶紧悄悄跟上 这个时候王寡妇已经睡下 此人动作小心翼翼 这是要干嘛呢 季里 我看还是算了吧 咱们莫要多管闲事了 罗郭跟了一会 瞧见那人腰间跨着刀 便开始打退堂鼓 你这说的什么话 咱们是打羹人 那职责就是守夜 保一方平安 此刻若是不管 出了事怎么办 夏季里一本正经地训斥着 他早些年在战场上什么生死没见过 即便对方有刀 他也是不拒的 正说话时 那人撬开王寡妇的家门 在里面东翻西找的 很快里面传来王寡妇的尖叫 救命啊 夏季里不敢迟疑 拿着棒锤就冲了进去 只见刚刚那鬼鬼祟祟之人竟是村里赵老六 于是他断贺一声 赵老六 你要干什么 快快助手 赵老六也是村里的光棍 以前经常和夏季里混在一块 只不过后来 对方金盆洗手没去过赌场 两人便断了联系 这时候两人遇上 赵老六讥笑道 夏季里 你来得还真及时啊 是不是就藏在这里呢 哈哈哈哈 夏季里见对方出言不逊 便大声斥责道 赵老六 我是打羹路过这里 瞧你鬼鬼祟祟的摸进来 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赵老六冷笑道 我今天输光了 本想过来找些银子花花 没想到这娘们藏得紧 既然她发现了 我肯定不能留着她 大胆 赵老六 你竟敢行凶 夏季里大声喝道 我有什么不敢 你要是敢阻拦 到时候见了官 我就说你是帮凶 赵老六说完 整个人扑向王寡妇 夏季里眼疾手快 手中的棒锤投掷出去 刚好砸在对方的脑袋上 对方吃痛了一声 拔出腰间的刀向夏季里刺去 下手丝毫没有手软 夏季里见状 一边躲闪 一边寻找反击的机会 她侧身一偏 那刀口就擦着她的胸前划过 要是在吃片刻 估计小命就得交代在这里 不过这个时候 夏季里也抓住了机会 她抓起床上的被褥照住对方 紧接着一脚将对方从窗户踢飞了出去 外面的罗锅刚刚赶到这里 就瞧见赵老六一脸狼狈地躺在地上 他赶紧用掌拍罗道 来人了 抓贼呀 抓贼呀 赵老六见罗都敲响了 估计要步了多久 村里人都会醒 于是他狠狠地瞪了一眼罗锅 赶紧起身逃离了现场 等到夏季里赶出来的时候 门口只看见罗锅处在那里 他追问道 赵老六人呢 他 他跑了 罗锅一脸沮丧地回答道 过了一会儿 村里人都赶到王寡妇家里 李正问清楚原因后 派人到赵老六家里 才发现 对方已经连夜收拾了行李逃走了 夏季里咬牙切齿地说道 想必出了这种事 只要官府没抓到 他这辈子都不敢回村里 众人纷纷点头 大概都没想到 赵老六会是这种人 不过这个时候 大家都看着夏季里 因为对方和赵老六以前 可是狐朋狗友呢 夏季里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因为这种事情越解释越乱 他索性闭上嘴巴 什么也不说 不过好在王寡妇出面说道 幸好今晚季里大哥和罗锅大哥 打更路过这里 我是被季里大哥救下的 王寡妇这一解释 大家心里都明白了 看来夏季里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 李正为了给大家宽心 便说道 季里可是当过兵的 以前守护的是国家 现在守护的是我们村子 有他在 大家不用担心 李正这番话果然起到了作用 毕竟赵老六还没抓住 大家心里都有些害怕 不过夜里有夏季里这样的英雄守护他们 似乎也没什么好担忧的 自从夏季里救了王寡妇以后 对方心里就有了倾慕之情 以前村里的姑娘都以为她是个瘸子 没想到一个瘸子却也这般英勇 夏季里虽说打了多年光棍 可也不是傻子 王寡妇只要做了什么好吃的 就跑来送给她 这一来二去的 两人也就好上了 两人都是单身 在一起也是顺理成章 于是夏季里便请了李正做证婚人 两个人成了亲 以后就在一起搭伙过日子 夏季里以前是个光棍 做个打羹人昼夜颠倒自然没问题 可是成了家以后 肯定不能像以前那样 于是他找到李正 把打羹这个工作辞了 拿着这些年两个人存的钱 开了一个豆腐房 夏季里不怕吃苦 每天挑着豆腐走街串巷的麦 等回到家里 妻子就做好了热腾腾的饭菜 等着他 夫妻俩人非常恩爱 所以这日子也就越过越好 只是让夏季里感到郁闷的是 成亲半年多时间 妻子的肚子却半点没动静 这一天 夏季里挑着豆腐出早摊 刚好遇见打羹回来的罗郭 于是他热情地打了一声招呼道 罗郭兄弟 最近过得咋样 罗郭一脸不高兴地说道 当然没你过得好 巧媳妇 热炕头 回家就有饱饭吃 夏季里没想到自己热脸贴冷屁股 不过他也知道对方为什么生气 当初他们都是光棍 一起打羹救了王寡妇 结果王寡妇却嫁给他了 罗郭为这是一直心有怨气 他爱声叹了一口气 拿了两块豆腐放在对方手里说道 罗郭兄弟 这人哪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 两个人有两个人的苦 没你想得快活 罗郭有些不相信地问道 你这是咋了 夏季里当下拉着对方坐下 把自己想要一个孩子的事情说了出来 没想到罗郭一听 拍着大腿说道 这是我有办法 我有个远房的表亲 在他们当地是神医 你们这种情况是病 得治才行 夏季里一听心动了 问了对方表亲在什么地方 当晚回去就和妻子商量 他决定亲自去找那神医问问 最好能求来一个药方 让妻子喝了就能怀上 第二天 夏季里早早地出了门 一路打听 终于到了罗郭说的万宝村 只是他跟当地人打听那个神医时 那些村民都说神医已经过世好多年了 夏季里听到这个消息有些郁闷 难道说罗郭故意骗他吗 可是他刚刚特意问了 那神医的情况和罗郭描述的很像 对方不像说了假话 可现在的情况是神医已经不在人世 这样看来也许是罗郭自己也不知道远房表亲去世的消息 想到这里 夏季里又往家赶去 再耽误天就要黑了 一路紧赶慢赶 他总算在天黑之前回到村里 心里想着这个时候妻子应该做好饭菜 等着自己 于是赶紧加快了脚步 贵芬 我回来了 贵芬是妻子的名字 到了家门口 他在外面喊了几声 可是半天 没人答应 他走进屋里 看到桌上 烧了满满一桌子菜 他高兴地说道 看来我还真是有福气 贵芬定是知道 我饿了 特意做了这些菜 夏季里去厨房看了一眼 没有看到妻子 心想家里门开着 有可能去隔壁婶子家送豆腐了 隔壁婶子今年六十多岁 老伴走得早 身边也没有个儿女 这些年多亏了夏季里照顾 后来成家以后 妻子每天做完饭 都会送一些豆腐和饭菜过去 夏季里看着满桌的饭菜 肚子饿得咕咕直叫 他等不及妻子回家 加了一口就往嘴里塞 可是刚吃进去就一口吐了出来 再尝了几口其他菜 发现都是凉的 怎么是一桌子凉菜 夏季里看着满桌的凉菜 有些疑惑道 随即他看了一眼屋里的布置 和以往并无变化 只是平时都是三菜一汤 今天桌上却是五菜一汤 嗯 这时他看到厅堂正中的位置 下家牌喂前的红蜡烛是熄灭的 顿时眉头一簇 意识到一丝不寻常 想到这里 他故作大声地说道 哎呦 这回来急 忘记撒尿了 我得先去撒泡尿 回来再好好享受这一桌菜 说完这些 他特意朝窗户那里看了一眼 然后匆匆跑出了门 夏季里这一趟出门 过了半个时辰才回来 他并不是去撒尿了 而是去了一趟衙门 回来时 看见妻子在门口一脸焦急地等着 相公 你可回来了 你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了吗 王贵芬一脸担忧地说道 夏季里拉着妻子进了屋 他仔细看了看对方 关心地问着 怎么样 你有没有受伤 那个家伙是不是为难你了 嗯 你都知道 王贵芬瞪大了眼睛 有些不敢相信 夏季里点了点头 笑着说道 嗯 今天发生的事情 我都知道 只是苦了你 那赵老六和罗锅呢 王贵芬问道 夏季里将妻子一把拥入怀中安慰道 赵老六已经被官府抓住了 至于罗锅 话没说完 罗锅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季里 你可真是好福气呀 娶了这么贤惠的妻子 没给我们这些兄弟丢脸 王贵芬看着走进来的罗锅 又一脸不解地看着丈夫夏季里 到现在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夏季里邀请罗锅坐下 然后对着妻子说道 你去把这些菜热一下 我们边吃边说 原来这个局是夏季里和罗锅早就商量好的 他和罗锅是当年征战沙场的好友 两人都因为负伤 才被遣返回乡 两人都因为负伤 所以没有哪个姑娘瞧得上他们 罗锅伤了命根子 所以对程家已经没有指望 可是夏季里只是腿上有伤 倒不影响程家立业 夏季里早就看上了村里 孤身一人的王寡妇 不过他没有勇气把自己心声说出来 于是每天夜里打羹的时候 他和罗锅都会在王寡妇家附近多守一会 那天晚上 他们刚好遇见赵老六前进王寡妇的家里 夏季里担心王寡妇的安全 于是果断冲了进去 可是最后却被赵老六给逃脱了 他们知道赵老六是个崖子必报的人 如果不抓住 可能村里还会有更多的人遭殃 于是两人一商量 故意让罗锅表现出极度夏季里的样子 两人关系变得疏远起来 他们这样做果然让躲在暗处的赵老六上当了 于是赵老六私下找到罗锅 要和罗锅合谋报复夏季里 可是赵老六担心夏季里的功夫高 到时候又在对方手里 一直迟迟不敢下手 赵老六这个人老坚俱滑 一直不肯将自己的行踪告诉罗锅 于是夏季里找到罗锅一商量 他故意不生孩子 到时候用此剂引诱对方现身 当天夏季里去万宝村 他知道半路上一直有人跟踪 于是他按照计划去了万宝村一趟 为了避免露出破绽 他特意找人打听了神医的情况 其实万宝村是赵老六逃亡时来过的地方 他让罗锅说的这个神医也却有奇人 只不过早已经去世 在夏季里打听神医的时候 赵老六偷偷溜回村里 他找到罗锅 两人将王贵分绑了起来 因为没有去处 赵老六终于说出了自己住的地方 两人将王贵分绑了以后 罗锅负责看守 而赵老六偷偷溜回夏季里的家中 赵老六担心自己不是对手 所以做了满满一桌子菜 并且在饭菜里下了蒙汗药 只要夏季里吃了饭菜 他躲在窗户后面就会立即出手 而这一切都在夏季里的计划之中 他为了不露马脚 故意每个菜都尝试了一遍 只是没有吞下去就吐了出来 然后他假装撒尿出门 其实却是报官去了 他引着官兵将躲在窗户后面的赵老六抓住 又去了一趟县衙做证词 而这个时候 罗锅已经放走了王贵分 到了县衙和夏季里会合 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 赵老六终于将自己所犯的罪行供了出来 经过一番审问 县令张大人竟然在对方的身上查出了两起命案 大功告成以后 夏季里邀请罗锅去家里喝酒 对方没有拒绝 在罗锅看来 两人曾经是出生入死的战友 现在看着昔日战场上的兄弟生活如此幸福 他心里由衷的祝福 自从赵老六被缉拿归案以后 紫武村就再也没发生过偷盗之事 过了两个月后 王贵分被郎中诊断有喜了 夏季里对好兄弟罗锅说道 等将来孩子出生了 他可得认你做干爹 罗锅听了这句话 感动得眼眶湿了 他以为自己这辈子不可能有儿子了 却没想到到头来 竟然还能做干爹 写在最后 何日功成名岁了 还乡 醉孝陪工三万场 的意思是 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功成名就 依谨还乡 真到那个时候 我再与你同孝喝醉三万次 在这个故事里 夏季里和罗锅都是苦命人 他们为国征战沙场 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天下太平 却因为负伤被遣返回乡 遭到无数人的耻笑和谩骂 他们只是夜里出行的打羹人 没有人瞧得起他们 也没有哪家姑娘愿意嫁给他们 不过即便如此 他们仍然尽职尽责地守护着村里的安全 后来夏季李英勇出手救下王寡妇 这才让大家真正意识到 原来曾经保卫国家的战士 现在同样在守护着他们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身边同样有太多这样的英雄们 他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献给了国家 当他们回到我们身边 又用自己的肩膀 扛下了维护社会秩序 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 这个时候 我们作为普通人 更应该懂得尊重和理解他们 多一点关心和帮助 最后 希望通过这个故事分享一句话 真正的英雄 不在于他们的身体是否残缺 而是他们英勇的斗志从未熄灭 宋朝雍夕年间 卢州府书城县东南方向 有一个南港镇 他地理位置家中 东提 独派 书茶 南林汤匙 西雨 春秋接壤 北面和杭布河遥遥相望 因为南港镇是千年古镇 据说江子牙曾在此地建钓鱼台 后来还留下梁柱十八里相送爱情佳话 从南港镇往西去能看见一个叫龙潭的小村庄 那里的村民勤劳善良 人人具有蛮牛精神 在村头住着一户姓许的人家 祖辈都是农民出身 到了许熙荣这一代 命运竟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古人常说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许熙荣家境贫寒 小时候上不起私塾 于是他的父亲许六就让他去给村里易先生家里放牛 每次出门前都偷偷跟他说 孩子 家里供不起你读书 不过你得放机灵些 易先生在学堂讲课 你去窗外听着 许熙荣不明白父亲这番话的意思 他天真的说道 易先生讲课 总是让他们在纸上记下来 我记没笔 又没纸怎么办呢 许六虽然没读过书 可是脑袋灵活 他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 然后递给儿子说道 谁说你没笔没纸 你比他们都多 把这个拿着 许熙荣接过父亲手里的树枝 还是一脸茫然 父亲说的纸笔究竟在哪呢 他满是期待地看着 可是父亲接下来指着脚下的黄土地说 以树枝作笔 拿土地当纸 你还怕不够用吗 许熙荣听了父亲这番话 若有所思地转着眼珠子 然后朝父亲笑道 爹 我明白了 其实许熙荣八岁以前不叫这个名字 父亲许六眉文化 只给他取了一个小名叫狗蛋 后来许熙荣这个名字 还是教私塾的易先生给取的 当时易先生说 在卫书 原子公传曾有记载 若言不好荣观 志愿松灵者 出戒之日 极应杖策寻山 复制炎而乃广寻而己 变造执事 熙荣之心已见 逃 狗蛋当时哪里能听明白易先生在说什么 他憨憨地笑着说 爹爹说 易先生说什么都是对的 叫我好好听着 将来也可以成为易先生这样的文人 易先生听了这些话 笑着摇头道 你父亲说错了 易先生说话也未必都是对的 还有我给你取的这个名字 说俗一点就是祈求荣明利禄的意思 你是个聪明孩子 将来肯定比我有出息 从那一天起 许熙荣就不许别人再叫他狗蛋 在他的心里也埋下了一颗求学的种子 他觉得易先生给他取了这样意义非凡的名字 那么他就不能辜负易先生的信任 许熙荣虽不能和其他孩子一样在学堂读书 不过即便在窗口旁听 他也是听得最认真的 有时候易先生讲到动情之处 他总是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许熙荣十六岁那年 易先生突然对他说 孩子以后你别来这里 我家的牛也不用你放了 许熙荣以为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他赶紧求情道 先生 我错了 我不该笑你的 易先生摇了摇头 坚决不肯答应对方继续在这里偷学 他看着对方离开时落寞的背影 叹息道 孩子 金林岂是池中雾 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你 许熙荣从易先生那里离开以后 他神情沮丧 好像被人抛弃一般 走着走着 不知不觉就来到玉泉山附近 他瞧见一个男子拿着棍子 在驱赶一条黑狗 只见那黑狗瘸着一条腿 一步三回头看着身后的拿棍子的男子 许熙荣走过去拦住男子 说道 大叔 黑狗做错了什么 你要这么对他 那男子停下来道 你没看见他瘸了一条腿吗 再留着他 只会浪费粮食 许熙荣看了一眼黑狗 他对那男子说道 大叔 既然你不要他 能送给我吗 男子盯着许熙荣打量一番 有些犹豫 不过看到对方殷切的目光后 咬牙道 送你可以 不过这狗可不好养 他腿上有伤 许熙荣回了对方一句 他在难养 我也不会像大叔这样待他 好 送你了 男子说完 转身对黑狗说道 以后你就跟着他 不要再回来 再让我看见你 给你其他腿也打瘸了 许熙荣听了男子这番话 更是气得满脸通红 他实在不敢相信 男子竟如此狠心 于是走到黑狗面前 关切的说道 大黑 以后你就跟着我 我会好好待你 男子最后看了一眼 黑狗便转身离去 这个时候 许熙荣看见黑狗 眼角流着泪 目光留念的望着原主人的背影 许熙荣躺在草地上 看着身边被人抛弃的黑狗 又联想到自己身上 心里越发觉得心酸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这一天 许熙荣正在家中读书 父亲急忙忙跑回家 欢喜地喊道 儿子 好消息 好消息 许熙荣不知道父亲开心什么 走过来一问 原来是朝廷开放科举 以后可以投叠自食 也就是说 以后读书者不论出身 不论贫寒 不分贵贱 都可报名参加考试 不再需要什么举荐人 在那个时候 科举作为人们施展报复的途径 并非凶有点磨就可以的 想要参加科考 入室为官 除了有真才实学 还得有人举荐才可以 如今 朝廷急需人才 特意开放科举 这样一来 就给了寒门子弟一些机会 许熙荣听到这个消息后 心里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他这些年寒窗苦读 父母则把省吃俭用的银子 都拿来给他买书 所以他等的就是有一天 可以靠读书改变自己的穷苦命运 许六将家里积攒的一点碎银子 拿出来交到对方手里说道 孩子 你拿着这些 出门用得上 第二天 许熙荣就告别父母离开了龙潭村 他要去县里考试 将来还要去京城 他天资聪颖 这些年 又勤奋好学 乡试 会试 电试 都成功考上 最后进高中榜眼 皇帝看中他的才华要留他在京中任职 许熙荣便只好写了一封信派人交给家中的父母 有一天 他正在府中书房办差 突然来了一人求见 对方自称是礼部尚书柳林府上的管家 许熙荣不敢怠慢 与对方见面后 柳府管家开门见山地说道 小人柳江 是柳尚书府李管家 我这次是过来提亲的 提亲 许熙荣愣了一下 有些不解地向对方看去 柳江继续道 是的 我家老爷说 许大人自幼饱读诗书 满腹才华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因此 想把自己的小女嫁给许大人 许熙荣笑道 这等婚姻大事 我还得问过家中父母 柳江摇了摇头说 不必了 柳老爷是想许大人入赘 这 许熙荣听了这话 有些为难 本来他到了年纪 娶妻也正常 可是入赘的话 他如何向父母交代呢 许熙荣心里明白 如果他做了上门女婿 就是过去给女方家里当儿子的 将来生育的孩子 也会随母性 甚至连他本人 也需要改成女方的姓氏 柳江冷笑道 许大人可想好了 我家老爷就两个女儿 大女儿嫁到宫中 如今贵为皇妃 现在剩下一个小女儿 老爷自然是要招续的 许熙荣一番思量后 倘若自己没有答应 柳尚书自然是不肯饶了自己 他要是答应了 将来在朝中不仅有柳家的扶持 甚至和当朝皇帝还攀上亲戚 于是他回到 劳烦管家回去告诉柳大人 下官任平吩咐 就这样 一切在柳林的安排下 挑定了一个良辰吉日后 许熙荣入赘到了刘府 在大婚这一天 刘府宴请宾客 京中权贵都来祝贺 许熙荣当晚喝得鸣鼎大醉 待宾客散去后 许熙荣往婚房走去 途径后院花园时 耳边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 他走过去一瞧 竟发现是柳府的丫鬟拦住了一条黑狗 那丫鬟挡在黑狗面前骂道 你这黑狗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许熙荣看到黑狗时 心里一惊 因为那条黑狗 正是自己老家养的那条 可他怎么会找到柳府呢 他正要出面时 那黑狗对着丫鬟口吐人言道 我要去救主人 柳家小姐已经死了 丫鬟听到狗吐人言 竟然丝毫不慌 他反驳道 你胡说 我家小姐好端端的 今天是大喜日子 你别来捣乱 黑狗有些焦急 可是丫鬟却将他的路拦得死死的 许熙荣听了这些话 整个人都酒醒了 他心里纳闷道 怎么会这样 柳家小姐既然死了 那今日和他拜堂成婚的又是谁 许熙荣顾不得许多 赶紧跑到婚房一看 只见一个新娘子好端端的坐在床头等着他 女子见他进来后 便说道 相公 怎么让我等了许久 许熙荣看着对方 心里想起黑狗说的话 便假装喝醉道 你不是柳小姐 你到底是谁 那女子走过来扶住他 轻笑道 相公果真喝醉 竟这般胡言乱语 我叫柳心 不是柳小姐 还能是谁 不对 你骗我 你们都骗我 许熙荣甩开对方的手 摇头晃脑地说道 柳心帮着他宽衣解带 随即也吞下自己的外衣 露出乡间诱惑道 相公 春宵一刻值千金 别再胡思乱想了 许熙荣被对方拉着向床边走去 他现在已经糊涂了 柳小姐若是死了 那眼前这个要和他洞房的美人 又是谁呢 这个时候 他看着前面的美色 又想到今后的荣华富贵 也懒得顾上这些 便随心娘子往床边走去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黑影突然撞开窗户跳了进来 然后一口咬住许熙荣的屁股 他回头一看 正是自己养的那条黑狗 啊 许熙荣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 他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躺在草地上 一条黑狗正瞪大眼睛看着自己 许熙荣看着周边熟悉的环境 有些不相信 刚刚经历的那一切 竟然都是梦境 朝廷根本没有传出投蝶自事的消息 他也没有高中榜眼 更没有被礼部尚书柳林招作女婿 许熙荣看着黑狗 感觉自己和对方同病相连 都是穷苦出身 被别人赶了出来 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 就在许熙荣觉得未来看不到一点希望时 那黑狗却看着他口吐人言道 你刚刚经历的那些梦境不是假的 它就是你的未来 许熙荣瞪大了眼睛 他没想到黑狗真的能说话 刚刚的梦境 他确实身临其境一般 他内心深处也不愿相信那是假的 黑狗继续问道 刚刚梦里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吗 许熙荣不明白黑狗要说什么 梦里他高中榜眼 又成了柳尚书的成龙快婿 娶了美娇妻 将来高官后路 荣华富贵享之不尽 黑狗看着他说道 你再继续往下看去 黑狗说完 许熙荣眼前突然出现了梦中的场景 他成了刘府女婿后 在朝中过得如鱼得水 在岳父的安排下 没几年就做了吏部侍郎 又过了几年 皇帝病危 几个皇子争夺皇位 新皇帝登基后 柳家因为战错队被满门抄斩 许熙荣作为上门女婿 自然未能幸免 紧接着 眼前的画面又是一阵变化 当父亲许六接到他从京城寄回来的一封信 许六找到义先生 让对方将信的内容说给他听 不过义先生说出来的内容 和他写的内容完全不一致 等义先生说完后 许六一脸满足地回到家里 和妻子分享着喜悦的心情 可是许六父母每天坐在门口痴痴盼着 却是到死也没等到儿子从京城回家 更没有派人去接他们去京城享受荣华富贵 到最后 两个老人遗憾而终 临死的那一刻 口中喊道 我的狗蛋 你什么时候回来 许熙荣看到这里 已经哭得泣不成声 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变成这样一个混蛋 为了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 竟然连父母都丢下不闻不问 黑狗看着他问道 你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你变了一个人吗 许熙荣摇了摇头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黑狗说道 从你改了名字 不叫狗蛋的那一刻 那时候起 你心里蒙发了将来飞黄腾达的幻想 于是不顾父母的辛苦 只要你觉得是为了自己的未来 把他们做的一切都当成了理所当然 许熙荣听到这里 感到无地自容 他好像明白了 又好像没明白 他一个穷苦出身的人 为了改变命运拼命读书有错吗 黑狗说 没错 你错在眼里只有自己 忘了父母 还有别人对你的付出 许熙荣一脸不解的看着黑狗 眼前画面又变成了镜像 他通过镜像看到 父母为了他能读书 在外面受尽别人的冷眼和委屈 看到父母每次回到家门口 就装作一脸轻松的样子 看到父母到了夜晚躺在床上 身体痛得翻来覆去睡不着 紧接着 他在镜像里看到了易先生 只见易先生为了他能在窗户外听得清楚 每次都刻意走到离他很近的地方讲课 为了他有书读 故意用水把书打湿 然后吩咐他把这些书拿去晒干 为了他能去走出村子看看外面世界 不惜狠心赶他走 许熙荣看到这些不为他所知的一面后 他整个内心都崩溃了 原来他为了前途 竟变成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也毫不知觉 他眼里只有自己的未来 只在乎自己怎么想 却忽视了身边那些亲人朋友的感受 黑狗继续让他看下去 随之镜像里出现了黑狗和他的原主人 只见那男子提着一根棍子 抹着泪走到黑狗面前说道 大黑 对不起 爹爹嫌你老了 要把你杀了卖肉 我现在把你放了 你赶紧走吧 画面中 男人几次将黑狗赶出家门 不过黑狗都赖在门口不走 最后男子狠心将他腿打瘸了 嘴里骂道 你走啊 去找个好心人家 再不走 爹爹不杀你 我也会打死你的 说着 拿着棍子一直驱赶 直到赶了十几里路 碰上将他救下的许熙荣 许熙荣看到这里 他感慨道 原来他和易先生一样 做恶人是为了成全我们 让我们找到更好的生活 黑狗看着他 又问了一遍 现在 梦里的生活 你还想要吗 许熙荣说道 谢谢你 我明白了 黑狗跟他说完这些后 便与许熙荣告别了 他说自己老了 生命就要走到尽头 他希望自己 能死在主人那里 不管死后 主人如何处置 他都无怨无悔 许熙荣回到家里以后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 为了读书便什么也不管不顾 他开始帮着父母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空了继续读书 两年后 朝廷开放科举的消息传来 许熙荣参加了科考 最后高中榜眼 当皇帝要留他在京中任职时 他说家中有年迈父母需要照顾 于是皇帝念他孝顺 让他做了老家舒城县的县令 许熙荣回到舒城县以后 除了孝顺父母 让他们安度晚年 更是在县里兴修水利 为当地的老百姓办了很多时事 又过了几年 许熙荣父母过世 新皇帝登基 照他回京述职 在他的勤奋努力下 最后官拜中书令 有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这里值得一提 许熙荣做了大官以后 每次回到家乡 那些老人都喜欢叫他狗蛋 而他也乐意被这么叫着 写在最后 曲中人散皆是梦 繁华落尽一场空 的意思是 当一曲弹尽的时候 听曲的人会纷纷散去 人生就如同在一梦中 再好的繁华 也有得枯尽的时候 忙忙碌碌 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 在这个故事里 许熙荣因为出身贫寒 在父亲殷切的期望下 他渴望通过读书 改变自己的命运 可是在追求荣明利禄的 这条路上 渐渐迷失了自己的本心 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只在乎自己想法感受 忽视了身边人的付出 不过在经历一场 繁华落尽的梦以后 他幡然醒悟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从而改变自己 知道什么才是应该去珍惜的 最终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 真正收获了荣明利禄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经常会看到 像故事里发生的这种情况 父母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养大 已经很不容易 可是当我们从学校里毕业后 还是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幸福 不顾父母的感受 继续做一个伸手党 让他们承受着太多的压力 可是这样获得的一切 真的能让自己感到幸福吗 最后 希望这个故事 可以让我们记住这样一句话 永远不要把别人对自己的好当作理所当然 更不要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 我们都应该学会珍惜和感恩 大家觉得荣明利禄重要 还是身边的亲情重要呢 感谢观看